有个朋友就想卖水泥股 就说在华晋水泥和安徽海洋庄中 两只股是怎样的选择呢? 他说是否已经见顶了 现在可不可以跟着呢? 他没有放在手的 他又担心现在根本会太迟 这些位置入水泥股其实真的不抵博的 我觉得是有些偏似状况在这里 主要原因其实你见到水泥股近期来说 为什麽升得多 其实你都是跟着内房那样走的 内房股升得更夸张 但如果你看回 由今个月头开始公布出来 譬如你看688刚刚出的销售数 他也是,按年来说跌四成 那个销售数字的确是比较疲弱 那因为说市场炒的东西是在想些什麽呢? 是内地减个手套房贷款利率 减个首期的整体供款比率上面 是令到那些人容易些买楼 但问题就是第一方面楼价是有个下行趋势 第二方面很多项目上面楼花 随时有机会烂尾停工等等 市场是失去信心 那些利好措施不会那么快浮现出来 所以讲讲今年来说 特别固头的冻工量 或者一些内房的冻工量上面 在今年上半年来说 预料是相对比较惨淡的 而股价升了那么多的时候 是太过乐观了 跟市场一样之前太过乐观了 短线的调整是有机会 所以如果你这些位置先走过去的时候 跟高追些内房股的分别不大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那个板块上面我不会说不看好的 但是就不是这些位置去买 我觉得你说要买买了 这些位置最多就有货继续捱着 万一最坏的情况就打回现形 但是如果突然间去追就无谓了 那至于1313和914哪个好些 我很喜欢914多些 现金流状况比较强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比较美 一些典型价值股 但是问题就是43元买就很尴尬 回回40元就有机会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稍等40元在这些位置才出售